受到太力颱風外圍環流領響 南部不少地區下起了強降雨 在台南七谷區三谷里 因为地势低洼 加上正在施作水利工程 多处民宅外一度严重积水 大雨下个不停 民宅外头出现淹水情形 积水淹到整个小腿 民众泡在水里根本寸步难行 眼看情况危急 警消立刻出动协助民众预防性撤离 救护车涉水开进民宅前 眼看有富人行动不便 也送上救护车协助安置 受到太力颱風外圍云性影响 台南七谷区三谷里 16号中午降下强降雨 短短30分钟 累计雨量就达60毫米 而就怕雨是持续危急居民安全 警消也前往现场协助 将老人家接往当地活动中心安置 等到积水退去后再回家 眼看家具泡水居民心疼不已 只是怎么会忽然淹水 据了解由于当地地是低蛙 加上最近又在失作水利工程 短时间强降雨消退不及 这才发生积水情形 好在警消及时协助 这才没人伤亡 而另外在屏东恒春15号晚间 同样也有大雨侵袭 倾盆大雨伴随强风 只见屋檐排水处 雨水直直倒灌 降雨量惊人 尽管台风预测 对台湾无直接影响 但中南部恐怕有局部较大雨势 也提醒民众出门在外 还是带把伞防范 即使台南屏东做不到 台大合唱团目前正在进行 2023夏季巡回音乐会 而最近他们改编的一首收金歌 在网路上爆红 我们先带你来听一小段 好您刚刚听到这首改编的收金歌 因为带有神秘色彩 又具有台湾民俗信仰的特殊曲风 惊艳全场 让观众耳目一新 表演的影片上传到网路之后 也引发热烈讨论 合唱团在台上演唱 仔细听这个歌词 怎么会提到天清清 地零零 上天亭 叫天降 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你没有听错 这就是一般在庙里收金时 会听到的收金咒语 台大合唱团改编音乐家 剪上人作曲的收金歌 全程一名南语演唱 中间段落没有谱曲 而是安排十位学生 站在前方用念的方式呈现 保留传统道教仪式 象征道士法师念咒文 听起来很庄严 蛮有创意的啊 我觉得很有趣 不会想到是那个念经的 民众觉得很新奇 而表演影片上传到网路 引发热烈回响 不到两周 就吸引超过30万人观看 更有超过400则留言 不少网友直呼听完三魂七魄都归位了 终于知道外婆帮小孩子收金时的咒语是什么了 还有人惊叹能把收金文唱得这么美 实在很感动 要把它编成合唱 实在是很困难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西洋的和声的理论 这种东西去编 可能很多人会惊艳 可是我也知道一定有争议性 因为我认为一定有人不喜欢 合唱团指导老师透露这样的改编 也许会引发正反不同看法 但他还是会继续发响 除了闽南语之外 未来也将尝试把课语 原住民族语言当成表演曲目 请观众拭目以待 这刘居杨文豪台北报道 党政焦点来关心 民进党全代会下午登场 党提名参选2024总统的主席赖清德 当然是全场焦点 谈话内容始终紧扣在团结二字 喊话要延续本土政权 他也回应在野党的诉求 承诺会好好沟通 而在全代会上蔡总统赖清德 跟所有立委参选人 都穿上了绿色棒球外套 营造大团结 展现民主大联盟的期许 赖清德 赖清德 单手握拳喊出动算 舞台上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和院长 县市长级的大咖们 春体立委参选人排排站 所有人都穿上绿色棒球外套 民主大联盟 全员到齐 从蔡总统手中 接过建议 赖清德用力挥了好多下 这象征着交棒 也代表派系整合成功的传承 而且整场都充满了 棒球的元素 棒球术语来说 上一阶段的比赛 蔡英文总统 是最强的主战投手 我们给一个热略掌声 我已经在牛棚做好肉身 也已经站上投手球准备投球 我相信赖清德能够在新的变局中 接放蔡英文 稳健带领 台湾继续前进 喊话延续本土政权 赖清德谈话内容 五度提到团结 正好和全代会主轴 民主团结 挺台湾 相呼应 赖清德也隔空回应 在野党走上街头的足球 我们必须正面看待 任何对政府的批评 我们也必须透过各种的批评 去检视 我们的执政是否贴近民意 睽違四年 民进党再度回到创党所在地 远瞻饭店举办全代会 赖清德也马不停蹄 赶敞到楼下 我跟他站在一起 主要休听大家 最主要是 大家也都挺我 在卫福部长陈时中 陪同下出席 牙医师工会的活动 赖清德披上绿云战袍 背负全党的期待 又在明年选战 带领台湾投出好球 记者林仙真 李明洪 沙明 以上日常台北报导 那么在总统府前的凯道 则是由前立委黄国昌 还有馆长陈之翰 发起的公平正义 就台湾活动下午2点登场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三个人都受邀出席 不过柯文哲原本是第二位到场 却在最后才上台 三位2024大选的要角 也把握机会跟群众互动 一上台民众欢声雷动 奇怪的是 这不是柯文哲的造势场合 而是由前立委黄国昌 和馆长陈之翰发起的 公平正义就台湾活动 周日下午2点凯道登场 郭台铭抢先抵达 紧接着是柯文哲 最后一个进场的是侯友宜 但压轴演说确实可批 就算体感温度标迫四十 等了一个半小时 民众还是很嗨 但对比前一个字词的侯友异议 这时候在台下的郭台铭还没走 在休息室看侯市长的live show 郭董已经念完准备已久的讲告 他这个屯房税目的是骗大家的选票 对不对 民进党政府的居住正义 是不是挑票了 我们要不要发出怒吼 郭台铭称空档时间 还跟民众拨钢警 三人就这么巧 同一时间待在舞台后面 但就算距离最近只有两公尺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对方打招呼 台下冷处理 台上比人气 活动诉求居住正义 司法改革却飘出浓浓政治位 9月份人温慰成台北通报道